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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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产品往往会在发丝上形成一层薄膜 使其看起来更厚 进而导致头发变得油腻 二 潜性头皮 如果你的头皮经常感到前噪 Kilger博士则建议采取与上述相反的措施 他补充 必须极力避免含有12丸肌硫酸钠SLS 也称月轨肌硫酸钠或12丸肌硫黎硫酸钠SLICE的洗发精 因为这些成分对前性头皮和头发而言去游历太强 此外 前性头皮的人应寻找含有高度保湿成分的护发素 例如成分包含甘油 神经锡胺 维生素E 玻尿酸 或含有润肤油如摩洛哥坚果油或合合发油的产品 三 细发 听子类建议细发的人每天洗头 以去除多余的油脂和产品堆积 他解释 细发是所有发质中最容易出油的 因为头皮上每平方公分的发丝数量往往比其他发质多 而每个毛囊都有一个皮质线 因此 细发的人会发现头发很容易就变得油腻或扁塌 而粗发或卷曲发质的人 则可以经过长时间才会感觉到头发油腻 多久不洗头算是太久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 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 但就一般而言 最好还是不要超过一周不洗头 否则你的头皮可能会变得更容易受到刺激或产生皮鞋剥落 洗发的目的在于清洁头皮 去除污垢 死皮细胞 汗水和皮质 听此类说 既然我们不会好几天不洗脸或不洗身体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头皮 我们也不应该太久不洗头 根据Kilger博士的说法 如果洗头洗得不够频繁 头皮便会出现一些明显的迹象 包括出现洗护产品和油脂的堆积 头皮上出现鳞屑或脱皮 以及头皮屑加重等等 如果你每周没有至少洗一次头 便会增加发生这些问题的风险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 点赞及转传